Hello,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姐姐菲妮杨 今天呢,我是要用一个实例来计算一下55周岁以上的加州自住房的屋主 那在换房的过程当中,它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个Proposition 19 来计算转移的这个滴地税 这个案例呢,是我的一个居住在Rosemite的客人 那他们呢,是在1980年代花了8万美金购买了一栋独立屋 一直是他们的主要的自住房 现在呢,差不多40年时间过去了 他们想要换一个自住房 那他们这样的情况呢,就完全符合Proposition 19的地税优惠计划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在2023年的Taxable Value是237804 那我们每一个房子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Taxable Value的数字 那这个数字呢,就在这张房产税的账单上,就可以直接查找到 在我们后面的计算当中,这个数字是最重要的一个数字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客人所在的Rosemite这个地区的税率大概是在1.386% 目前房子呢,因为还没有挂牌出售 那我就按照Zillow的估值市场价大概是在80万美金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计算了 第一种情况,客人如果售出目前的自住房,售价呢就是80万 然后他们高买了一套100万的自住房 那这个时候新买入的房子,这套房子的寄税价值 也就是Taxable Value,就等于100万的买价和80万的卖价之间的差额20万美金 加上Transfer过来的全额的老房子的Taxable Value 237804 所以客人新购买的第二套房子的寄税价值就是合计的437804 如果我们按照1.386的这个税率计算的话 客人可以在地税上每年节省7000多块钱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第二种情况 客人售出目前的自住房售价80万美金 然后客人第一买了一套65万的自住房 这个时候新买入的房子,第二套房子的寄税价值 就是Transfer过来的全额Taxable Value 237804 这种情况下面客人可以节省5000多块钱的地税 最后我们要说一种比较tricky的情况 因为Proposition 19是允许三次机会转移地地税 比如客人如果是卖出现在的自住房 然后他先是低买了一套 之后又更换回原来价位的房产 那这种情况下面 原先有的Taxable Value还能够保留吗 我们来具体地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客人首先是卖出了他的自住房 80万美金 然后他是买了他的第二套自住房 60万美,65万美金 这个时候他的Transfer过来的Taxable Value就是全额的237804 可是为了演算方便 我们就假设客人很快就觉得低买的房子住的不舒服 所以他就原价又卖出去 65万出售出去 然后重新换回最初的房屋价值一样的房产 80万 第三个自住房的Taxable Value就变成了80万减去65万 这个差额就是15万 再加上从65万的房产这里Transfer过来的237804 所以三个房子虽然他的房屋的价值和最初的第一套自住房的价值是一样的80万 可是第三套房子的Taxable Value就增加为387804 那相应的地税也是增加了差不多2000多块钱 所以当我们利用Proposition 19进行自住房的置换 就要提前做好这个计划 尽量最大化的转移地地水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联系我 谢谢